富士自动对焦,真是垃圾 用过富士相机来拍视频的你 是不是也曾在心里这样默默的妥仇过呢? 哈喽,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的Hamster,刘家训 那,我挺享受用富士相机来拍视频的 像我这台XX,它虽然并不是最高端的型号,也不是最强的 但它已经有4K30帧,然后240fps的超慢镜头 然后五周防抖很好用 再加上200fps的高马流视频规格 我自己呢,最享受的当然就是富士自带的脚片模拟 拍出来的影片几乎无需后期调色 那即便调呢,也只是需要微调 但让人最抓黄的就是它的自动对焦 我以前呢,是索尼的相机用户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确实一套稳定并且足够聪明 对,聪明的自动对焦系统 是可以让我们在拍视频的时候 更加安心,更加放心 虽然富士的自动对焦还有在进步 但我们还是可以依靠一些小技巧来辅助它的这个缺点 今天呢,我想分享的就是 如何用富士相机在拍视频拍floor的时候 更顺利的对上焦,并且 减低失焦以及拉风箱的几率 所有的相机品牌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那对焦模式都分为了三种 手动对焦模式 连续自动对焦模式 以及单次自动对焦模式 拍视频时,通常建议使用连续自动对焦 当画面里的主体移动的时候 呃,例如你拍人啊,拍宠物之类的 那连续自动对焦会紧抓着你的备设主体 又或者主体不动,但经为移动 例如你要做一些镜头运动的时候 或是需要切换对焦点的时候 连续自动对焦也一样适用 那什么情况下我们会需要用上单次自动对焦呢? 嗯,举个例子 如果你很确定说你的主体是不动的 而你也不打算移动进外做一些镜头运动 但是你的前景或是你的背景 可能会有一些移动中的人啊或物体之类的 那这种情况下相机很有可能就会抓错对焦 他会以为突然间入镜的 或是在被动,呃,在... 他会以为在背景移动中的 就是你要抓的对焦,从而抓错了对焦点 嗯,像我拍的这一个片段 我的对焦点是巴士站 可是当巴士站的前面突然间有车子经过的时候 诶,相机或许就会不小心 我以为突然刹出来的车子是要对焦对象 然后,嗯,就... 那单次自动对焦就是为了这种时候 你设置好你要对焦的点 即便前景或后景有任何东西在移动的时候 它都不会改变 富士相机拍视频的自动对焦模式 一共区分为两种 多重以及区域 在多重模式下,相机会猜测你要对的焦点 并且自动为你补装 经过我简单的测试下,精准度大概达70%左右吧 那大部分的场合都能猜中我想要对的焦点是哪 哪怕不是中心位置或是构图的角落 那它也能对得上 那剩下的30%对不上焦 是一些较为复杂的环境 例如,比较杂乱的前景和背景 又或者是背色主体的周围有着比较多 同类型、同性质、甚至同色系的其他元素 像我在拍树叶的时候 可能它的背景又是跟它颜色相近的树叶 那看起来就很接近 那对焦点有的时候就会对不上 比起多重模式下那种盲打的自动对焦范围 我个人还是会比较常选择区域模式 在区域模式下会有一个框在构图里 而那个框就是对焦点 框到哪,对焦就在哪 而某一些比较新的型号 例如X10、X14、XT4 可以在拍视频模式下去调整那个框的大小 可以达到更精准的对焦 可是像XT30或是一些没那么新的型号 则没办法调整框的大小 即便用了直哪打哪的区域模式 但有的时候如果构图里比较复杂的情况下 要准确的对上焦还是有点小麻烦的 那又来拿数页来做一个例子 例如我要对焦的那个数页本来就很小 再加上被风吹的摇摆不定 背景的数页颜色又很相近 所以就算对焦点的框缩小了 也比较难以精准的对上焦 需要多一些耐性多试几次 我呢在拍视频的时候挺喜欢切换对焦点的 例如先对焦在A 然后再切换到B的身上 那那种顺滑的对焦切换究竟是怎么办得到呢 主要是AFC自定设置 那这个设置呢有两个功能 一个是最终敏感度 一个是AF速度 最终灵敏度这个设置里 你会看见左边是快速 而右边则是锁定 顾名思义 当你想从A切换焦点到B的身上 往左条呢就会更快速更敏锐的切换焦点 而往右条呢则会更稳固的紧抓着A的对焦点 没那么容易因为B的突然入境啊 或是C在背景移动着 不小心将对焦点放到了B和C的身上 我通常呢都会设为加四 就是往右条 那因为大部分的情况下 我都希望能够紧紧的不抓着我要对焦的那个主体 而AF速度则是焦点转变的速度 通常呢我会设为-1或-2 因为这样子变焦的时候 那个过度就会更损长 不过当然不同的情况下 会有需要不同的设置 例如对焦点A跟B之间的距离太远的话 那如果我们切换对焦的时候是-2 那速度可能会有点慢才能转到过去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收回去0 或是-1 富士相机的自动对焦虽然没那么聪明 但操控着相机的你 还是能够透过一些小技巧 来让它变得更灵活 好本期视频也差不多来到了尾声 不过在结束之前想要跟大家说 这几颗镜头呢 从头到尾摆在这边 并不只是纯粹的摆美 它们是跟紧接下来的新一期视频的内容有关系 那因为我们这一期已经讲了自动对焦嘛 那下一期我们就来讲一下 富士的大光圈镜头新旧对比 到底他们的自动对焦进步了多少 特别是从以前的35mm f1.4 23mm f1.4 这两颗元老级的大光圈镜头 然后再到56mm f1.2 以及稍微新一些的50mm f2 以及最新的50mm f1.0 以及18mm f1.4 来跟大家比较一下新旧镜头的自动对焦表现 究竟有多大的进步 那如果有什么问题呢 欢迎在留言让我知道 以及 记得点赞关注 还有三连 那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晚安 我是HAMSER 刘家俊